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澳门特别行政区曲奇 在澳门文化中心望远广升起 至此被葡萄牙占内四百多年的澳门 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澳门的回归 意味着中国的统一大业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澳门回归之前 国国就开始着手准备了澳门回归后的驻军问题 1998年8月就提出澳门回归后 将会派解放军进驻 担任澳门防务 宣示主权 不久后就宣布了中央在澳门驻军的决定 1999年1月30日 我军在广州成立了驻澳门部队筹备组 由广州军区第41集团军参谋长刘岳军 担任筹备组的主任 1999年11月10日 一支精干的驻澳门部队组建完毕 当时的驻澳门部队拥有失的级别 却只有完的价值 也就是部队只有一千余人 刘岳军是这支部队的司令员 1999年12月20日中午12点整 驻澳门部队在刘岳军司令的带领下 乘坐10辆装甲车和60多辆运输车 各种车辆进驻澳门 刘岳军作为驻澳门部队的首任司令员 当时就肃立在指挥车上 静着军力 驻澳门部队沿途受到澳门群众的热烈欢迎 场面十分感动 而这位驻澳门部队的首任司令员刘岳军 是一位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高级将领 在1979年的队约自卫反击战中 刘岳军当时还是一名连长 战场上的他带领部队英勇战斗 每次战斗总是身先士组 敢打敢拼 令敌人闻风丧胆 特别是在解救被岳军围困的 受了重伤的副师长的战斗中 他的表现更是十分英勇 受到战友们的称赞 战后 刘岳军荣立二等功一次 闻名全军 此后 刘岳军不断接受培训和训练别人 军事素质更加得道提升 后来 刘岳军也还参加了收复法卡山的军事支援活动 作为一个从实战中走出来的将领 刘岳军长期在基层部队生活 因此他一直遵循着以前以理在兵的原则和宗旨 多年来 刘岳军一直在部队服务 2012年10月 58岁的刘岳军 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2016年2月 军区改战区 五大战区成立 刘岳军很荣幸当上了东部战区司令员 走上了军旅生涯的巅峰 也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